自从我爸因为一场车祸去世后,我妈就成了一个疯子,她每天都抱着我爸的衣服,站在马路边等她回家。 事故发生那天,天气突然转冷,我爸抱怨说冻得手疼,干不了活。 于是我妈就让她回家换衣服,可她又不舍得我爸多走几步路,特地到小区门口等着。 结果,我爸在过马路的时候瞧见她,有些感动地和她招手,旁边窜出一台闯红灯的车子。 她当着我妈的面,倒在了雪坡里,鲜血溅了我妈一身,还有那件外套,我妈就是那天起,精神不正常了。 我恨透了她,就因为她疯了,而我又是个小孩,家里那些亲戚吃绝户,把赔偿费全拿走了,每名其约每个月给我们一点,其实早就被他们贪了。 就因为她疯了,我每天读书的时候,都要有人找到学校里来,说你娘又丢了,到处找你爸,快点去看看。 从小我没过一天好日子,我每天都要给她洗漱,换衣服,还要拿一条铁链拴着她,把她拴在校门口。 同学们看到了都哈哈大笑,说你娘是条狗吧,还要拿链子拴着。 还有些调皮的同学,会扑在我妈面前,对着她汪汪叫。 我妈疯了以后,胆子很小,会被吓得浑身哆嗦,可这偏偏让他们乐得哈哈大笑,我又羞有气,可我能怎么办呢? 教科书上写标欺负残疾人,现实里欺负残疾人的却是一抓一大把。 在我这么小的时候,我就意识到世界和教科书上写的不一样。 我当然知道这有多丢人,可要是不拴着她,她就到处去找爸爸,给家里添麻烦。 同学们都很坏,笑我是狗娘的儿子,我只能和他们打架,把他们赶走。 可接送他们的爸妈看见了,都会上来踹我,打我。 他们骂我是孤儿,是野种,要是把他们的小孩打坏了,家里根本没大人赔钱。 我明明有妈,却活得像个孤儿,给他们的爹妈打得趴在地上。 我妈就被拴在旁边的门上,哭着说,不要打我的娃,我找他爸来说理。 他们又乐得笑,说你男人早就死了,我被打得爬也爬不起来,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伸张正义。 起初我太蠢了,我竟然还去告诉老师,去报警。 但是法律规定姑姑成了我的监护人,他只想拿我爸的赔偿金,根本不想照顾我,每次都私自跟人和解。 他探我爸的死亡金,任由我在外挨打,法律还把别人打我的赔偿金给他。 我曾经追着警察,我说他不会把钱给我的,能不能把赔偿金直接给我。 警察很耐心地安慰我不行,还严厉地批评姑姑要对孩子好一点。 姑姑在警察面前连连说好,结果警察一走,他就狠狠扇了我几个耳光,警告我不许在警察面前乱说话。 我妈看见我挨打,又哭着说别打我的娃,我找他爸来说理,姑姑只是鼻的看了他一眼就走了。 我妈扑上来抱着我,她摸着我的脸,哭问我,娃呀,你痛不痛? 我狠狠推开了他,我说我当然痛,因为你疯了,因为你没用,你那破脑子这么容易就疯了。 他听不懂我的话,还擦着眼泪,叨叨叙叙地说天冷了,我们去给你爸爸送外套。 我看着他翻外套去找爸爸,我恨透了,我真想他也被车撞死在外面,他死了我还能解脱。 我有娘,却活成了别人口中狗娘的孩子,这就是所谓的世道。 我就这样照顾着我妈,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好,我比谁都聪明,一学就会。 可我根本没时间学习,不是给他做饭,就是出去找走丢的他。 我从来没有一次放弃找他,因为我知道,如果我找不到他,他就会被别的男人拖走,拖进巷子里,这世上多的是王八蛋。 甚至有一些同学长大了不学好,也对我妈摸来摸去的,他们见到我来了也不怕,还摸着我妈的脑袋,笑嘻嘻地说自己在摸狗头。 每一次,我都会为了我妈打架,每一次,我都会被打得趴在地上,没有人会帮我主持公道。 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我从来没有快乐的一天,记不清多少次,我被欺负得好想买瓶农药,给我妈灌下去,然后我也一死了之。 直到高考那天,我落榜了,我只有别人十分之一的学习时间,却还是考上了本科。 每个人都说,要是没有我娘,我肯定能读重点大学,但我的人生就这么结束了,因为姑姑打听过,读完初中就行了,在法律上,监护人没有义务,供孩子读大学。 考不上重点大学,拿不到全额助学金,我就读不了书。 我拿到成绩单的这天,我妈又走丢了,我早已经知道,去哪找她,她就窝在那条马路边,雨天里瑟瑟发抖,身上都是雨水淋下的水珠,却把爸爸的外套死死抱在怀里,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和外套。 她疯了,却认得我长大的样子,一见到我就开心地跟我招手。 我恨透了这一幕,当初就是她对我爸招手,我爸过马路时,才没瞧见闯红灯的车子。 我不耐烦地把她的手放下来,而她摸到我的手很冰,心疼地说,哇,你冷吗,先把你爸爸的穿上。 她把怀里暖和的外套披在我身上,这一刻,我有点想哭,我爸刚走的时候,我还没这个外套一半高,可现在穿在我身上,却刚刚好。 我狠狠推开她,克制不住地泪如雨下,她慌了,问我为什么哭。 我擦去眼泪,哭着问她,明天开始,我就要去打工养你了,你为什么还活着呀,你为什么不死啊。 她愣住了,站在原地不知所措,紧张地咬着手指。 自从她疯了以后,她就很容易精神紧张,把指甲都咬烂了,不知道多少次。 以往我都会让她别咬手指,可今天我情绪太崩溃了,我哭着说, 欺负我的那些人,每个都能读大学,都有大好前途,我却连读书的资格都没有,为什么坏人从来得不到惩罚,从小我就要照顾你,我活得好累呀,你为什么不早点去死啊。 我妈很害怕,她咬着指甲,嘴里呜呜地哭,却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。 她只是呜呜地哭,我的娃,你不要气,我们等你爸来。 我情绪完全崩溃了,我把成绩单砸在了她的脸上,大哭着说,你去死啊,你每一天都丢,去死好不好啊。 她慌得在原地发抖,咬着指甲,扭过身小跑,时不时回头哭着看我。 我无力地坐在地上,像个无助的小孩,把头埋下去,哭得泣不成声,等我再一次抬起头,我妈不见了。 我擦去眼泪,又忍得难过去找她,可不知怎么了,这一天我找不到她,无论我找遍镇上的每一条街道,我都找不到她的身影。 最后还是警察打电话来了,他们很遗憾地告诉我,我妈走了,让我去一趟派出所。 我拿着电话,傻傻地愣在原地,我没有想过,这就是我和我妈的永别。 当我见到我妈的尸体,她就在河边被打捞上来,身上盖了白布,白布没有盖住她的手,那一双手,十根手指都被咬破了。 有个住在旁边的老太太告诉我们,很早就看见我妈坐在这里,淋着雨一直哭。 她上去问我妈哭什么,我妈只是一直摇头,哭着说,娃不要我活了。 她看我妈好像脑袋有些问题,就没管了。 在出来的时候,尸体已经漂浮在了河面上,我听着她的口述,傻傻地看着我妈的尸体,脑袋嗡的一下愣了。 她坐在河边哭到颤抖,紧张无促地咬着指甲的画面,时不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。 他们教我怎么去办死亡证明,嘱咐了我很多事情,我都是傻傻听着,最后我跪在了我妈身边,掀起白布,看着她苍白的脸。 多少次,我都希望拉着她一死了之。 现在她真的没了,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落下。 我喉咙好痛,我抱着她大哭,我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。 我问她怎么真的去死了,我求她不要睡了,快睁开眼睛看一看我。 但是她没有回应我,她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。 姑姑一听说我妈走了,连忙操办起了葬礼。 她不是为了我们,而是为了收薄金。 我们把妈妈葬了,我看着墓碑上的一照,止不住哭。 伴桑师傅走到我身边,拍了拍我的肩膀,安慰我别难受了,好好给父母击败。 她给我找来的纸钱,我跪在墓前,乌叶着说对不起,然后用火去点纸钱。 可纸钱点不然,我就把纸钱递给伴桑师傅,说受潮了,换一批来。 她纳闷地点了点火,确实点不然,她嘀咕着说可能是下雨天的缘故,就去换了一批给我,但是新的一批纸钱,照样点不然。 伴桑师傅看新的纸钱也不行,又嘀咕着去换,她出去几步后,应该是又是了事,说这次点燃了。 她端着火盆过来,让我小心点慢慢烧,可当她一凑进坟墓,那火盆忽然熄灭了。 伴桑师傅愣住了,表情一下变得很难看,她跟我说,哇,你先别哭了,你试试这根香能不能点燃。 她拿出一把未拆封的香递给我,我试着点火,却发现没有用。 奇怪了,这香是新拆封的,照理来说,不会这么容易受潮。 师傅脸色慌了,拿着香出去急不点燃,又捧着过来,在她过来的时候,香果然灭了。 师傅丢了手中的香,她紧张地说,坟前不吃香,这是有大怨念啊。 我愣了,我问师傅什么意思,她却顾不上我,急忙问我姑姑,这家的男人是怎么死的。 姑姑说是出车祸,伴桑师傅一听,着急地说,错了,全错了。 她把火盆和香都丢开,把我们吓了一跳,姑姑紧张地问她怎么了。 伴桑师傅喘着气说,你们闯大祸了,男主人是横死的,女主人也是横死,偏偏还把横死的夫妻葬在一起了。 不行,赶紧把你娘的棺材挖出来,伴送鬼棺,不然要出大事。 我听得愣了,送鬼棺是我们这里的风俗。 顾名思义,送的不是死者,而是鬼。 我呆呆地看着坟墓上的一照,原来爸妈对我有怨恨吗? 师傅赶紧招呼大家过来抬棺材,本来这些人就是花钱请来的,一听说要送鬼棺,全都纷纷不乐意了。 沾上这种事,没有一个人愿意惹麻烦,他们说送鬼棺可以,但要加钱,一个人两万块。 抬棺队伍有六人,那就是十二万,姑姑一听傻眼了,她连忙问师傅,出大事会怎么样? 师傅说,厉鬼出世,要拉骨肉陪葬,按顺序是长子长孙,长女次子。 她说到一半,姑姑就打岔问,死者妹妹呢,或者说死者的小姑子。 师傅摇头,说妹妹不在里面,姑姑这才松了口气,然后严肃地和我说,我已经帮你家安葬了,这些年养你,那赔偿金也花得七七八八,算我人之一尽了。 她说完以后,也不敢惹麻烦,赶紧带着自己家里人都走了。 在场的亲戚们,也没有一个愿意帮忙,大家一听说,事情变得不对劲,都纷纷借口离开。 原本还热闹的丧礼,只剩下我和伴丧师傅。 师傅着急地和我说,哇,你要是拿不出钱,请不到人抬关,你连今晚回魂夜都活不过。 我摇摇头,说自己才刚毕业,没有钱。 她犹豫几秒,最后咬了咬牙说,行,看你孤儿可怜,我教你一个图法子,你可要牢牢记好。 师傅告诉我,所谓的送鬼关,就是在日落之后,午夜子时之前,把死者的棺材抬到他死去的地方,在线上网生饭,请求死者吃了饭上路。 等用过饭,又要在鸡鸣之前,把棺材葬下,有两点要格外注意,稍不做好,就要没命。 第一,米饭要半生不熟,在上面打个生鸡蛋,插一双筷子,这就是网生饭。 第二,无论发生任何事,全程都不能发出声音,只能说一句吃饱上路,一旦说了别的话,就会让鬼产生留恋,拉人陪葬。 我说我记下了,可我抬不动棺材,我能怎么办? 师父说,古时候大家都苦,棺材是大户人家才买得起的东西,难道穷苦老百姓就不安葬了吗? 他告诉我,以前穷苦老百姓用的不是送鬼关,而是背诗人,用草席将尸体裹起来,背到地点,那也算数。 活过今晚,背诗人就算成功了,师父说完之后,就急匆匆地走了,他也不敢惹麻烦,我们非心非故,他免费教我一个土办法,已经是人之一尽了。 偌大的坟山,只剩下我一个人,我再一次理解到了什么是孤苦伶仃。 我只能自己买了饭,做得半生不熟,把鸡蛋踹在兜里,棺材还没定上,我等日落以后,打开了棺材。 当我用手电筒一照,打开棺材的那一刻,我愣住了,我妈死的时候,她明明是闭着眼的,可是现在,我妈睁着眼,那眼中却没有瞳孔,一双苍白的眼睛,死死地盯着外面看。 即便这是我妈,我的心也被吓得狠狠颤抖了一下,我伸出发抖的手,帮她把眼睛盖上。 可在我盖上之后,她又一次睁开了眼,如此诡异的情景,在这荒无人烟的坟山,只有我一人见证。 这种孤独感,更加增添了我心中的恐惧。 其实我觉得自己是活该,如果我活不下去,那就是老天给我的报应。 我所做的这一切,不过是为了妈妈,因为师父和我说过,成为厉鬼是很惨的。 厉鬼不能投胎,不能回家,每天都要重复一次死亡的情景,成为最痛苦的孤魂野鬼。 我这条命不值钱,如果我妈要我还债,她就只管拿去。 可无论如何,我都想她安息,她这辈子受苦够多了,我想她能投胎一户好人家。 我背起了我妈,从棺材里爬出来,现在我的样子,别提多么狼狈了。 背上是我妈,嘴里咬着手电筒照录,口袋里踹着鸡蛋,手上还提着一碗米饭。 山路很黑,我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 因为旁边就是钩,如果不小心踩歪了,我会带着妈妈一起摔下去, 师父特别叮嘱过我,死者的双脚绝对不能碰地。 夜晚的山路很难走,由于我嘴里咬着手电筒,山里的飞蛾,甲虫一类的东西, 为了接近光源,时不时撞到我的脸上。 哪怕又不长眼地飞到我嘴里,我也不敢乱扑腾,只能忍着恶心咽下去。 背诗人,就是背着死者,送往极乐世界,不管吃多少苦,都必须完成职责。 可就算是这样,也有一只大飞蛾扑进了我嘴里,我被逼无奈,只能把手电筒和飞蛾一起吐掉。 手电筒掉在地上,照在了我的身上,我又狼狈地弯下腰去摇手电筒。 夜晚的阴风呜呜作响,吹动了山里的野草,我忍不住往旁边看了一眼,却愣住了。 手电筒正好照着我,我的影子就这么被照在山路上。 可问题是,那影子里只有我,我妈的尸体,没有影子。 我吞了口唾沫,强忍住内心的恐惧,摇起手电筒,继续往前走。 阴风不断往我身上吹,让我脖子凉嗖嗖的,我却不敢回头,我怕被鬼吹灯。 师父交代我,俗话说人怕鬼三分,鬼怕人七分,就是因为人身上有阳气,阳气汇聚为三盏本命灯,分别在头顶和两间。 鬼如果想害人,必须在身后吹一口气,但是鬼的气态弱,不足以吹灭本命灯,这时候人要是察觉不对一回头,那就完了。 他回头时带起的微风,配合着鬼的阴气,正好把本命灯给吹灭。 这就是为什么走夜路的时候,不能随便回头。 我缓缓下山,山脚下村里养的狗见到我,都纷纷叫了起来,农村养狗很少拴绳,一叫就会引来狗群。 他们从家里窜出来,包围着我,发出嘀吼声,警惕地对我呲牙咧嘴。 我艰难地用脚拨开他们,他们好像很怕我背上的妈妈,想扑上来咬人,又不敢上前。 突然,一只狗从背后偷袭,我生怕它咬到我妈,急忙一回头。 完了,我心里大呼不好,一股强烈的良意,席卷了我的全身,前一秒还警惕地,就好像失去了所有力气,软软地跪在地上。 我被鬼吹灯了,我跪在地上,在失去力气的前提下,努力弯着腰。 因为只有弯腰,才不会让我妈的双脚落地。 这群狗一看见我倒下了,连忙全都扑了上来,我虚弱地抬起手驱赶他们,可这时候我才知道,他们是被往生饭吸引来了。 他们不顾我的驱赶,全都往装饭的袋子扑。 此刻的我,只能一手扶着背上的妈妈,一手把往生饭藏在怀里。 问题是,我的身体好累,连眼睛都累得睁不开,等命灯被吹灭以后的我,就仿佛生了场大病,哪有力气驱赶这些狗。 这些狗的脑袋,使劲往我怀里钻,尖锐的狗牙带着口水,使劲地撕咬着袋子。 我只有一只手,我护不住袋子,那袋子被咬破,往生饭掉在了地上。 碗碎了,米饭洒落在地,很快狗群就包围了往生饭。 这饭要是没了,我上哪儿弄新的饭去,情急之下,我直接往旁边一翻,让我妈躺在地上,这样双脚就不会碰地。 然后我扑向狗群,想把往生饭给抢回来,但是这群狗扑上来就吃,它们跟宠物狗不一样,宠物狗会被训练不能互食,农村养的狗就不会训练这个了。 因为这些狗吃的都是剩饭,谁闲着没事跟狗抢剩饭吃。 这些狗是护食的,而且本身狗群怕的是妈妈,不是我,当我要把往生饭夺回来,一只狗直接咬住了我的胳膊,让我鲜血淋漓。 我发狂地打着这个狗的脑袋,可是我没有什么力气,现在的我连一条狗都打不过,这力道反而更激怒了它。 它咬着我的胳膊,开始摆动头部,使劲地撕扯,想把我胳膊上的肉给扯下来,好痛。 肌肉被撕裂的疼痛,让我失去了理智,情急之下,我忍不住大吼,滚啊。 狗群吓了一跳,可紧接着,我的内心也忍不住颤抖,情急之下,我竟然说话了。 完了,往生饭撒了,开口说话了,师父交代过的事情,就因为这群狗的出现,我一件也没办好。 突然,原本凶悍的狗群,一个个开始发出呜呜声,惊恐地看着我的身后。 它们缓缓后退,我竟然在狗脸上看见了害怕的表情,一只狗率先跑了,其他的也都跟着逃跑。 我心中有了很不好的预感,我吞了口唾沫,缓缓地回过身。 我妈就站在我的身后,这一刻,她已经双脚碰地了。 她脚尖点着,脚后根不落地,那双没有瞳孔的眼睛,正死死地叮着我看。 惊恐,在我的心里蔓延,然而一种特殊的情绪,盖过了惊恐,那就是我对妈妈的愧疚。 那画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妈妈坐在河边哭到颤抖, 紧张无促地咬着指甲的画面,最后选择了投河自尽。 都是因为我歇斯底里地吼她,要她去死,事情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 当她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,我情绪差点崩了,我哭着颤抖。 我说妈,对不起,我说的都是气话,我没有真的想让你去死。 妈妈盯着我,一步一步朝我走来,她走路的姿势很诡异。 每当阴风吹过,她就好像没有重量一样,会微微摇晃,尤其是那脚踩在地上,悄无声息。 我艰难地爬起身,想要逃跑,可是我一点力气也用不上。 我不怕死,我只是想让她安息。 师父说过,厉鬼是不能投胎的,每一天都会重复一次死去的过程,轮为孤魂野鬼。 妈妈是溺死的,如果我今天死在她的手上,那她每一天都要重复被淹死的过程,永不超生。 我咬咬牙,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。 我曾经问过师父,如果我真的失败了,那该怎么办? 师父当时很复杂地看着我,他问我到底想不想让妈妈安息投胎。 我说想,特别想,师父告诉我,鬼有一种人是不杀的,那就是濒临死亡的人。 因为濒临死亡的人,身上会有死气,让鬼以为自己是同类。 忍受着临死的痛苦和虚弱,完成卑诗人的任务。 他告诉我,如果真的失败了,这是唯一让妈妈安息的办法。 我看着妈妈,忍不住哭了,我哭着说,妈,从小我给你扎头发,给你做饭,给你洗衣叠背,我照顾了你十年,我活得好累,对不起,我不该那样对你,我的命是你给的,今天我就还给你,我们一聊百两。 我拿起钥匙,掀起衣服,对准了我的肚子。 妈妈朝我伸出了手,可我不等她动手,已经将钥匙狠狠扎进了我的肚子。 好痛,好痛啊,钥匙一点也不锋利,剧烈的疼痛让我差点痛昏过去。 人的肚子有脂肪,会让肚子软软的有弹性。 为了这把钥匙能刺进腹部,我还要忍着痛,努力硬着肌肉。 鲜血顺着钥匙落在地上,我痛得单膝跪地,脑袋的每一处毛孔都在发麻。 身体在警告我快停下,可我还是死死咬着牙,把整根钥匙刺进了我的肚子。 好痛,我颤抖着抬起头,看向妈妈。 我忍着痛,尼难道,妈,八岁前你照顾我,八岁后我照顾你,十年了,我在照顾你最后一次,儿子犯错了,用这条命陪你上路。 我知道我已经可以说话了,因为此时此刻的我,就是一个将死之人。 师父说过,鬼魂不会对自己的同类下手,否则会魂飞魄散。 我捡起地上的饭装进口袋,走向妈妈,直接抓住了她的胳膊。 腹部传来的剧烈痛苦,让我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把她背到河边。 可当我把她背起来的那一刻,我发现她变了,本来她是有重量的,可是现在,她变得很轻很轻,仿佛一点重量都没有。 要是卡在我的肚子里,每当我走一步,那撕裂般的痛苦,就带给我阵阵清醒,保证我不会昏过去。 鲜血滴落在地上,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血流,我时而昏沉,时而清醒。 走在这条路上,我脑海中却浮现了小时候,那时我走路累了,喜欢和爸爸妈妈撒娇。 爸爸总是把我背起来,让我趴在她宽厚的背上,我还不老实,喜欢对着妈妈伸出手,让她牵住我。 我们一家三口走在小路上,爸爸的捍卫,妈妈的发香。 回想起来,那就是幸福的味道,如今我穿着爸爸的外套,背着妈妈。 我想,这算不算是一种团圆。 人死之前,果然会走马关灯,浮现出自己活过的画面。 我记不清自己走了多久,来到河边,跪坐在地上。 我已经没有碗了,我只能用手捧着网生饭,打了一个生鸡蛋在饭上,把筷子插了上来。 我看着妈妈,挤出了笑容,我说妈,吃饱上路吧,鬼不会吃饭,但是会接受供奉。 我手中的饭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开始变馊,腐烂。 见到这一幕,我松了口气,这是妈妈接受了网生饭的意思。 我喘着气,不知道还有没有力量,回到坟墓边了,可我想试试。 至少最后,要是能躺在父母的坟墓边死去,对我们而言,应该也是一家团聚了吧。 我伸出手,又要背起妈妈,可是她却忽然动了。 她往后退了一步,我愣住了,再次朝她伸出手,她却又往后退。 她离河边的简陋小屋越来越近,那个看见她死的老太太是个拾荒者,就住在这个小屋里。 我忍不住想,莫菲妈妈要害陌生人吗? 不对,她应该不会这么做,她对陌生人怎么会有怨恨? 可她却抓住了门,一把推开。 这简陋小屋本身就是装了个门板子,轻而易举就被推开了。 忽然,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。 我愣住了,小屋里,老太太跪在床上,趴了下去。 然而一把剪刀却被钉在床上,剪刀戳穿了她的脖子,她以跪趴的姿势,死在了床上。 满床,满地,都是她的血。 我傻傻地看着这一幕,不敢相信自己见到的一切。 妈妈忽然拿起屋里的镜子,对准了我。 镜子里照出了我,但画面里不止有我,在我的身上,竟然还趴着半个苍白的脑袋。 对,半个脑袋,鲜血淋漓,但那是我认识的人,那是以前总欺负我们的同学。 他趴在我背上,用猙獰恶心的脸,一直对着我的肩膀吹气。 但因为这一路上,我没有再回头,所以我没被吹灭过两盏本命灯。 对鬼来说,伤害同类是要魂飞魄散的。 这同学的身体,在逐渐缓慢地消失,所以只剩下了半个脑袋。 我眼睁睁看着它完全消失,魂飞魄散。 我根本搞不懂,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。 妈妈让我看见镜子里的情况后,她往前走了两步,忽然抱住了我。 不冷,可能因为我的体温也在降低,所以我觉得妈妈一点也不冷。 我感受着她的拥抱,眼泪克制不住地落下,她只是摸着我的头,一脸慈想地看着我。 这时候,我的手机忽然响了,我拿起手机一看,发现是半丧师傅打来的电话。 我接起电话,那边传来了她着急的声音,错了,全错了,死了好多人。 我一晚上接到好几个客人,全是横死的,我打听了一下,不是你的同学,就是你的姑姑。 我呆呆地说,我姑姑也死了吗? 死了?你在哪?你有没有事? 我把事情和她交代了一下,她连忙说,事情恐怕不是表面那样,你别死,鬼其实是可以说话的。 但是人和鬼不能谈话,一旦她和你说话,就会对世间产生留恋,想拉着你上路。 她一直不说话,还让你看到同学的鬼魂,就是要让你知道,想害死你的另有其人。 活下去,别死,你妈妈想你活着,我离你不远,我骑摩托送你去医院。 师傅一直在说话,可她后面的话,我已经听不清楚了。 我流了一路的血,已经累得两眼发黑,我失去了所有的力气要倒下,妈妈抱住了我,让我软软地躺在她怀里。 我看着她慈祥的脸,我呢喃道,妈,你不带上我一起走吗? 她露出笑容,只是对我摇摇头。 这一刻,我真的累崩了,我不能控制自己,抓着她嚎啕大哭。 对不起,我说的都是气话,我一点也不想你死。 这十年来,我每一天都想长大后要挣钱,要治好你,要让你变回原来的妈妈。 我说错话了,我不要前途,我不要什么人生,我就要你陪在我身边。 我在妈妈的怀里大哭,而她竟然也落下了泪水。 她流着泪在哭,亲吻我的额头,拍了拍我的背,就好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。 这时候,半丧师傅赶到了,她下了摩托车,飞跑到河边。 当看见这里的情况,她惊得睁大眼睛。 而我妈妈的身上,竟然开始出现了乳白色的光芒。 我惊慌地问半丧师傅,我妈怎么了? 她说,你妈身上没有怨气了,她要投胎而去了。 我抓着我妈的手,原本轻飘飘的手,开始变得逐渐有重量。 妈妈的身上,不断有乳白色的光点散发,好像萤火虫一样包围了我,拥抱着我。 半丧师傅一把抱起我,让我坐上摩托车,着急地和我说,撑住啊,我马上送你到医院。 她启动了摩托车,而那些萤火虫一样的光点,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,随着我一路前行。 好几次,我想抓住他们,可我却抓不到,直到我被送到了医院门口,这些光点才开始逐渐消散。 而我也终于昏了过去,我到底还是活下来了,半丧师傅来医院探望我,他告诉我,事情出现了转机。 有新的人证,提供了和老太太不一样的证词。 那人是个钓鱼佬,他觉得下雨天好钓鱼,就冒雨去河边钓鱼。 他在做准备的时候,看见妈妈在那里哭,而我的那几个同学庆祝完毕业,醉醺醺地路过,看见我妈妈,他们又过来欺负人。 妈妈被逼得到处跑,吓得大哭,以往每一次,都有我和这些人打一架。 可这一次,我不在,妈妈无路可逃,她在情急之下,选择了投河。 那些人一看事情闹大了,自己现在可是成年了,要承担法律责任的,他们赶紧回家找大人帮忙。 大人们也来了,老太太正好看见这一幕,他们以为就老太太这一个人证。 钓鱼老是狂热的爱好者,不会游泳也要来钓鱼,他看到出人命了,自己又不会游泳,也不敢冒头,怕被人报复。 于是,大人们给了老太太三千块钱,那老太太就昧着良心说假话。 一夜间,五家人全死了,三户人家是我的同学,一户人家是老太太,还有一户人家,就是我的姑姑。 我忍不住说,可是妈妈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保护我,她根本分身乏术,没办法去害人啊。 半桑师傅说,那坟墓里埋着的,可不止你妈妈一人。 我愣住了,她继续说,你爸这些年从未投胎离去,或许是想等到自己的老婆孩子善终,可她老婆横死,还被埋了进去,让她知道了。 刹那间,我忽然想起这些年,我们每次被欺负,我妈都会哭着说,我找她爸来讲理。 这一刻,我爸真的来讲理了,我问半桑师傅,你觉得我妈会恨我吗? 师傅说,会。 我一阵落寞,那她为什么不带我走? 半桑师傅说,她估计会恨你,为什么要照顾她十年,你从小就开始照顾她,为了她放弃学业,放弃自己,她会恨自己拖累你,恨你照顾她,唯独不会恨你们的吵架。 我低着头,眼眶又湿润了。 半桑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,叹着气说,不看一个人说什么,而看一个人做什么,家人之间难免会吵架,你照顾妈妈十年,你很了不起,如果你是我的孩子,我会因为有你而骄傲,我还会对你充满歉意,这十年,你受苦了。 你也和自己爸妈吵这么凶吗? 他向着慈爱的老大哥,摸着我的头,轻声说,没有,因为我小时候过得还不错,你和我不一样,可怜的孩子,从小到大,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糖,尝过零食,和朋友玩过。 我擦去眼泪,抿着嘴,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,没吃过,八岁以后,一口也没吃过。 没完过,八岁以后,睁眼闭眼,都是在找妈妈回家。 我控制不住哭声,在床上颤抖,老大哥只是轻声说,哭吧,你的心声开始了。 姑姑走了,全家人都走了,这些年,他们一家人,心安理得用着我爸的赔偿金买房,还给我的堂哥买车。 可是一夜之间,就因为我姑父是独子,他们的继承人只剩下我了。 我继承了姑姑一家的财产,属于我的东西,最终还是回来了。 办桑师傅问我,以后想怎么过,我告诉他,我把姑姑的房子和车子全卖了,拿了两百万。 我在山脚下买了一栋农房,这里的农房很便宜,几万块钱。 剩下的钱,我都存着不花,我待在这农村里,养点鸡鸭,做点手工赚钱,也能养活我这顾家寡人一辈子了。 每天清晨,我都搬着手工需要的东西,还有我的和饭上山。 我坐在爸妈的坟前编织手工,有时候我能聊半天,有时候我没话题,就安静地编织,任由微风吹过,仿佛他们在抚摸我的脸庞。 累了,我就躺在坟墓边睡一觉,睡得很安心。 我就在这个坟边守校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 五年后,在一个夜晚,我没来得及下山,坟墓忽然散发出乳白色的光芒。 我问半桑师傅,这是怎么回事? 他说,你爸投胎了,他是提醒你坟里没人了,以后不要再守着了,他想你好好生活。 我沉默了,经历了这样的人生,我对世界已经不抱期待。 我很认真思索了一下,往后余生该怎么过。 最终,我把姑姑的房子买了回来,房价跌了,五年前卖的时候是一百九十万,五年后买回来,花了一百万。 虽然我在守校,可我莫名赚了九十万。 于是我应聘了一份很闲的工作,工资很低,但完全够我一个顾家寡人生活了。 我每天回到家里,打打游戏,看看电视剧,睡前给父母的排位上香。 每当想起曾经受过的欺负,我就讨厌这个世界,也没打算谈恋爱和奋斗。 我这一辈子,大抵就是这样过完一生了吧。